谷歌宣布实现量子霸权 四川宜宾发现巨大肉食恐龙足迹 美国宇航局的两名女性宇航员 于18日完成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任务 为人类太空探索活动增加一项新记录 近日,南开大学汪清明教授课题组发明了 由全货同对弹杂方环碳清剑进行直接玩计划的新方法 为新药和新材料的研发提供了一种高效实用的方法 以申请发明专利 23日,古生物学者邢利达宣布 在四川宜宾发现巨大肉食恐龙足迹 邢利达称在现场考察后 发现了食雷龙足迹、异样龙足迹和敲角龙足迹 据悉,这是首次在四川盆地发现侏罗纪晚期的大型食肉恐龙足迹 谷歌10月23日在《自然》杂志发布研究论文 宣布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正式实现量子霸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